自从妹妹去世后 尤语就彻底黑化 面对不良少年的挑衅 他直接附身对手身上 控制他们互相厮杀 不仅让混混头部狠狠撞墙 还将匕首插入对方手中 尤语认为这样还不过瘾 甚至将竹签插入对方腿上 听着对方的惨叫 尤语露出笑容还威胁道 要是再有下次 绝对会杀了他 果然黑化强一倍洗白若三分 在不为离世后 尤语陷入颓废 又笑语高程放心不下前去探望 但尤语依旧封闭着自己的内心 将他们拒之门外 不久后白柳闯入 他希望能够唤醒尤语 回报当初的救命之情 可尤语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 让他不是监护人就不要多赌 白柳担心尤语一直待在房中 心病会不断加重 可面对他的担忧 尤语却突然发火 一脚踢翻地上的泡面桶 里面的汤汁撒了白柳一脸 尤语还凶狠地骂他 别随便把别人当成病人 失去亲人的滋味 不是他人能够轻易体会的 深感无力的白柳 只能沮丧地离开 试完家中的杯面后 尤语选择外出觅食 这石门铃声再次响起 看着学院派来的调查队 尤语不想纠缠 利用超能力将对方放倒 甚至还控制其中一人从楼上跳下 要知道以前的他 出手绝对不会这么狠 尤语家中全是和妹妹生活的人 尤语不愿面对 更不想被熊儿找到 于是去了一个很远的陌生城市 在网吧里尤语靠着披萨 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三天 发现没有人追上来后 他开始到外面世界闲逛 发现有丸子后尤语来了兴趣 可以牵得他对甜味是十分厌倦 在路过游戏厅时 尤语被一款丧尸游戏吸引 那暴力的射击与血腥的画面 让他成功找到了宣泄的方式 然而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 甚至出现癫狂 第二天他准备继续去玩游戏 却发现几个不良少女 一直霸占着游戏机 游语将脚下的竹签踢了过去 让几人不想死就滚开了 几人受不了这样的调劲 直接把他带去天墙下面 准备好好教训 面对几人的威胁 游语笑出了声 他不知道这群垃圾是怎么想的 于是用出超能力附身他们身上 通过打斗成功拧起内部 头头见状拿出匕首骨和他 谁知游语直接附身 使他将刀刺入了手下的手 还操控对方一头撞向下 但游语觉得并不会 于是一把将竹签插入对方腿中 一根并威胁 下次再敢挑衅将会直接杀了他 夜晚其他黑帮收到消息前来找他 可面对他们的挑衅 游语依旧是一脸不屑 老大细山田十分不熟 当即让手下动手 可面对有附身能力的游语 这些喽啰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放倒在地 而他还利用超能力 让手下的刀筒伤细山田 游语趁机抓住细山田的头并威胁到 要是再敢有下次 便直接让他成为瞎子 之后的游语 开始穿梭在整个地下街道 与黑帮的战斗 让他体会到快感 暂时忘却了痛苦 很快整个地下世界都被他占领 再也没有了对手 但在一次战斗中他发现 所有黑帮成员在临死前 都在抢夺一包白色粉末 游语瞬间明白那是什么东西 夜晚他独自坐在天桥下 并卷起只准备吸食那包白色粉末 一旦注入他将陷入永恒的深渊 就在这时奈续突然现身 一脚踹向了他 还是如当初见面那般 原来从学校到这里 奈续一直都在默默跟着他保护他 只是尤语忘记了他的能力 如果没有奈续的这一节 想必尤语会彻底沦为废 奈续向尤语道歉 是他判断失误 没有将部位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也有责任 他会在尤语重新振作起来之前 一句话 随即安抚尤语不管等他 都要先好好吃饭太行 跟着他好好地吃上一口饭 就不会再纠缠了 听到这个要求尤语同一声 奈续借助高城的家 亲手给尤语做了顿饭 望着厨房中的那道身影 尤语出现了错觉 仿佛妹妹依旧还活着 就连奈续叫他吃饭的时候 也和妹妹一模一样 饭上桌后尤语发现 居然是有名字的蛋包饭 而味道也和妹妹做得一样 曾经厌恶的东西 现在的他却吃得意犹未尽 他十分好奇奈续是如何做到的 奈续拿出一个食物 是尤语妈妈留下的 在蛋包饭那一夜有专门的倦识 想来妹妹留意到 他会每天给尤语 然而现在的他却再也吃不到 之后奈续提出让尤语回到学生村 毕竟之前的约定是一口饭 结果他却全部吃完了 所以是不会放任他离开 尤语心中触动明白对方的战 久违的笑容在他脸上浮现 而他和奈续的感情也在敌电家里